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在学务的课程可以在网路上做学习 希望透过这个讲座把教育部重视的几个重大议题都可以一起来做讨论 所以希望今天的讲座能够带给大家很大的回向 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洁拓 王检察官 在这里先跟各位提出一个警讯 在台湾这几年在你们所熟知的毒品当中 你们觉得哪一种是对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尤其在大学校园跟其他学生族群 那个叫K-TAMIN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发现这两三年内 安非他命好像有点逐步提升的现象 甚至是很多的从国中以上开始慢慢发现 这是我们担心的 代表它的适用状况有升级 这是安非他命的吸食器 它们叫做水车 那我们最近常在很多的这个男大生的身上 发现有这个东西存在 就极有可能因为是在观念误导底下 而用了这个毒品 现在毒品看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恶心 现在可能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就不会 这是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一个女大生有没有 那这个标题是说性混酒摇头丸等等 这个做的标题很炫 可是我们在第一线所看的结果 我们对这个东西产生害怕 第一个是女大生 第二个 为什么生日会产生会有毒品 或是其他进去的问题点呢 我们认为现在可能大家最毒的概念 第一个可能掉以轻心 第二个 是不是现在毒品因为美丽化的包装 而让大家失去了警戒心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跟各位介绍 现在毒品的形态完全在改变 非常容易让很多大学生一不小心 就会失去他的警戒性 其实目前我们在调查结果 最麻烦的部分在大学生 那我们最近常常所逮捕的 很多的大学生的结果 跟高中生结果 不仅有吸毒情形 甚至有不小心就挤在一起贩毒情形 而且都是群聚24小时 用每8小时派一部车辆出去卖毒的情形 那这是我们在前年7月 前年7月 我们指挥警察在台中市大规模 抓了十几个学生所组成的贩毒集团 他们每十天换一只手机 每次换手机就发简信出去 榴莲到了 西瓜有了 芒果来了 要不要 那榴莲西瓜这个东西就代表 某种毒品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比较害怕的是 他的简讯发出去的结果 总共有700个人接收 那代表什么 潜在危险性的毒品人口700个 那我们从这700个把它分析出来 当中竟然有150几个年轻人 请问各位什么叫毒 其实毒品是从药物演化而来的 第一种就是精神药物 第二种就是麻醉类的药物 所以只要药里面的结果 这两种药就容易被归纳为毒品 它的成瘾性跟危害性很高 我们从里面再抽出一些更严重的 来把它定为毒品 就是我们所谓的毒品 我要防治条例所定的毒品 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会被列到毒品 都是成瘾性非常非常高 而且已经产生的 可是很多制造毒品者 贩毒者 他们知道这种情形 只要某种麻醉药 跟精神药物类被列为毒品 他们就会推陈初心 去制造出新的 还没有被列为毒品的药物 我们所谓的反毒 它的这个范围比较窄 比较宽的应该叫做药物滥用的防治 所以现在比较可怕的是 很多还没有被列为毒品的药物 一直在源源不断的一直产生 这是让人家最害怕的 所以依照世界各国联合国的 这个规定的结果 要成为毒品 一定要先成为是哪两种药 麻醉药跟精神药物 所以各位 你如果有安眠药 能够随便送给别人吗 当然不可以 因为它极有可能已经被列为毒品了 所以你一转让 就可能会变成转让毒品 轻醉便重醉 所以在没有医事的处方签底下 使用麻醉药品跟精神药品 那这样子就 我们就容易被归纳为吸毒 可是最近各位有没有听到 毒咖啡 毒奶茶等等 电视上所讲的这种东西 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新兴药物 它可能还在麻醉药跟精神药物的阶段里面 还没有被列为什么 进化为什么毒品 也因此它相对的 让人家的感受度就没那么强 如果再加上美丽包装 很容易就有可能会快速侵入到每个人的身边 所以我们就可以归纳下来 药物的范围大于管制药物 也大于毒品 所以管制药物里面两类是最狠的 一类是麻醉类 一类是精神类 所以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里面 哪怕是在管制药品阶段 应该就可以叫做药物滥用了 这是我们在一次供给汽车旅馆当中 供了六间房间 从其中抓了三十几个人出来 一大半以上是学生 在里面狂欢 那至于学生为什么去开趴 会把药物引用进去 目前依照我们大家所归纳的原因跟研究 大概是好奇 模仿一群人在一起的群聚 或是不小心而中了 任何阶段都有他的好奇心 你看老师明明讲说 小朋友明天带乳品订购单 这小子就写成毒品订购单 还带到学校里面来 也就是说任何阶段都有他好奇问题 你看这个气氛会一直延续到我们大学时代 一样还是未的 所以大学生脱离好奇这一段没有 所以因此没有的结果就很容易到我们这里来了 请问各位 只要犯了任何错 第一线被警察抓会抓到哪里去 警察局 第二阶段呢 如果是你刑犯被逮捕 第二阶段一定要进地检署 由地检署来检验到底要放他走 还是申请法院压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图片里面有没有一个监狱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居留室 目前进来我们居留室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看到大中小学学生 常被抓到地检署来 原因毒品窃盗等等可能高居第一名 另外增加妨碍性质 注意哦 现在没有叫强先概念 现在叫做妨碍性质 就是说你在违反别人的意愿 有任何的性行为 就会违反法律 所以我们目前大学生被逮捕进去 结果大概一般来讲 就是跟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 那如果两个都未满16岁呢 就互违犯罪 就两小无猜 不过这种东西是告诉乃论 那另外酒后驾车慢慢变多了 还有这个打架 或者是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现在叫性剥削防治条例 就是所谓的网路援交 还有目前在网路上 因为网路犯罪 例如网路霸凌 或是在网路上违反著作裁案全法 智慧裁案全法的部分很多 像各位记得 我们在如果写我们的大学的 这个所谓的论文 拜托 一定要引注好不好 现在很多的音乐写论文不引注 写作为不引注 被告的情形开始有了 请特别小心 然后在FB上 跟LINE上面乱转载歌曲 而被抓的情形慢慢有 慢慢有 好那从这样看下结果 毒品还是高居前几名的部分 以前吸食毒品 看起来就是一副很恶心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要注射毒品 大家也知道不能用 可是呢 最近开始发现不一样了 请问各位同学这是什么 一只粉红色小猪 对不对 可是这只粉红色小猪 是我们警方所查获的 安非他命吸食器 你看 不是用检疫型了 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有没有可能降低 大家的这个警戒心 你看 拿来很可爱 吸一口吧 你会不小心 这就代表什么 现在的毒品太阳跟趋势在改变 这就是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的 它很容易就引起不小心的你 对它产生好奇心 你看 在小猪里面烧一烧以后 然后从它屁股这样吸个气 也很好玩 那所以这个部分 毒品太阳在美丽化 在星星化 它的趋势呢 也在星星化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介绍这个部分 请问这叫什么东西 这不是STARBUCK 这少一个S 这叫TARBUCK 这除了办它违反毒品 我要防治条例以外 还要多办它一条违反商标法 来 这就是自己去定制瓶子 在上面用各种LOGO 然后里面装星星药物 那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神仙水 可是里面装什么药物不知道 它这一批所做的 跟下一批所做的内容物 搞不好是不一样 那它危险性在哪里 危险性最害怕就是没办法定性 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永远不知道它的内容物是什么 来 所以我们看这是什么 连摇头丸豆各种图案 我有查过LV跟香奈儿的 来你看看什么都有 这个叫毒油票 就是把纸张浸泡在调制的特殊的药物里面 然后把它晾干以后再把它裁剪 到三公分见方 我们前一阵子曾经跟美国第一月合作 查到好几万片的这种油票 全部外销美国 它是含在舍下 在狂欢的时候可以用 它有它的危险性存在 目前学生的状况越来越多 所以它的很多的校内校外都有 民行室都有 那在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个 你们只要发现法律问题 你们可以打电话给各地的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 询问看看你可不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 台湾其实目前的毒品跟世界各国的趋势不太一样 台湾目前的毒品第一名可能是 Ketamine 第二名是安菲他命 第三名是海洛因 那其他再来就是大麻跟其他新兴的药物 这时候我们在去年供给一个应召证 现场查到这个Ketamine 神仙水 毒咖啡 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拉K的K盘 我们终于查到了 这叫什么大麻 它是很嫩的叶子跟花 后来发现它是来自于 我们台中离山的一个环山部落 有一个农夫在种植的 那我们逮捕了以后 就到山上去 那到山上去的结果 哇到现场傻眼了 要到山的那一边去查毒品 现场交通工具只有两个 一个是流龙 一个是农用碰碰车 所有检察官全部选择做流龙 为什么选择做流龙 因为我们验尸只有验过 碰碰车压死人 还没有验过流龙摔死的 所以我们全部选择做流龙 可是检察官流龙做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在左边这里操纵流龙的人 是嫌犯的爸爸 我是嫌犯的爸爸 我们发现你看 像这种情形到处都是大麻 大麻慢慢有在增加的趋势 因为现在毒品都属于兴奋式比较多 所以它容易聚集在特殊其他的场合 可是我们一般耳熟能详的 好像是聚在哪里 唱歌的地方 要不然呢 汽车旅馆 要不然呢 还有所谓的夜店 要不然呢 我们这种网咖 未必耶 我们最近所查的很多年轻人的部分来讲 他们可能在篮球场旁边 可能在某个咖啡厅的外面 然后另外也可能在其他特定地点 只要去聚集在一起的场合就可能有 那毒品种类呢 来 我们刚教过了 药管制药最后变成什么 毒品 现在很多可能 只要被列为毒品 我就另外再产生新的 所以一直变成什么 在药的阶段 它还停留在药的阶段 这有什么差别呢 它没有办法处罚个人 只能处罚制造者 因为这个因素造成很多人认为它的法律效果不强 因此就认为吃法没有关系 可是它有它很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 目前我问过很多医界的人 请问它的危险在哪里 负数的吃 拉K在喝神仙水 拉K在加其他东西 神水里面负数到底有多大的危险 医生自己都没把握 他都没把握你敢吃 这是很奇怪的 所以毒品我们在不厌其反而讲 它就是麻醉药品跟精神药品 没有医生处方前 就极有可能是毒品 那毒品目前台湾分成四季 只要是稀食以外 送给人家吃 制造运输等等的部分或贩卖 都是重罪 最少都五年起跳 如果是第一级毒品的话 大概死刑跟五期徒刑都是重罪 不过如果吃呢 我们开始一二三四级把它两刀两断 怎么两刀两断 一二级切一半 原则上一二级被逮到是刑罚 所以可以现刑犯逮捕 那如果三四级毒品 例如K他命 更多信心药物这种三四级毒品呢 他存值净重必须二十功课以上刑罚 二十功课以下就刑正法去上上课 六到八小时的课 发一到五万 那这样的状况到底好或不好 目前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不过就不管法律效果 不管怎么样 他会对身体产生最大的危害 而且在这里先跟大家说 目前吸食毒品最可怕的情形在这里 它是一个很恐怖的犯罪 一个最莫名其妙的犯罪 他吃是很比较轻的罪 可是只要脱离吃以外 送给别人的话 立刻会转变成重罪 他的都是倍速起跳的犯罪 而且吸食毒品有他的封闭性 因此你只要曾经试用过毒品 你手上拥有毒品 你就很有可能会从轻罪变重罪 为什么 例如今天这世界 等下你跟我吸毒 两个人而已 都会产生一个供应者 跟一个需求者 我身上两包 你会可以要一包 你两包 我会跟你要一包 就自动会变成什么样 轻罪变成重罪 这是毒品一个最可怕的地方 那目前只要是一二级 毒品被抓 虽然是刑事处罚 不过目前我们是以治疗替代官 所以只要愿意的话 经过警察官同意 经过医院评估 可以先暂时去医院戒毒 检察官暂时不要起诉你 这个叫还起诉 用这个来替代我们进去关 这是目前我们毒品 我要防止条例 从西史来看 最简单是这样处理 现在被我们抓到的新兴毒品 内容物是什么东西 不清楚 不过有个特征 永远是两种以上的药物乱混 你就知道它有多危险 这是走私海洛因被我们抓到情形 从屁股里面的保险套 碗里面把它拿出来的毒品 那这个就是整个从肚子里面拿出来 这个拉出来的情形 一堆人拉出来就是这么恶心 所以想想也蛮恶心的 这样有点 你吃的毒品是要从屁股里面拉出来的 不就感觉有点吃毒 像吃大便的感觉吗 来看一下 那这样一颗大概最起码可以卖新台币好几十万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那安非他命它是像冰糖一样 这大陆叫冰毒 那安非他命这几年稍微提升的现象 这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一个部分 尤其在大学生的领域里面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它的危害性很强 这就是我们在汽车旅馆里面 逮到一堆年轻学生在试用毒品的工具 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圆圆的盘子 对不对 盘子上面是不是还有卡片 还有整个所谓吸管 那就是把它剥把那个卡片把它敲细一点 然后把它剥一剥用鼻子吸 那吸管用鼻子吸的情形 有没有发现旁边都是背盘狼疾 一群人在一起就容易药物就产生了 这是包尿片的意识图 的确是它攻击我们人的 密尿系统是非常高的 你会小便会失禁 那丧失你的这个除尿功能 每10到20分钟就去尿尿一次 膀胱就坏掉了 所以我们一定到哪里都要叫一句英文 叫做I love my 膨胱 要记得 这句话请你记得 好 所以这种情形 我们就在大都市里面 我们发现说 最近以K他们为基础的 复数滥用文化 它的产生度已经开始悄然形成 注意哦 这不是台湾测游现象 这全世界好像是共通的现象 而且这些毒品都是什么东西 这些毒品其实不能称为毒品 它还是在什么阶段 药物阶段 它还在药物阶段 而且这药物都怎么样 开始重视品牌包装 开始用美丽化的包装 就开始在美丽化 甚至像大麻这种东西 以前比较少见的 最近也开始慢慢慢慢变多了 而且都是屋内种 甚至被查获 几乎都具有大学一张学历 这是我们目前比较 目前我们比较害怕的情况 摇头丸等等 你看 开始它种类开始在复苏 我们刚刚看过这个神仙水 你看查到另外一排神仙水 69神仙水 Gpower神仙水 Benz神仙水 我发现很快就会有 Mazda跟BMW神仙水 你放心好了 你放心好了 2K神仙水 可爱吗 泰迪熊神仙水 这在舞会的场合 一瓶说 来喝一瓶 你有没有可能不小心就中了 极有可能 来神仙水 我们现在都把它昵称叫做含酵半布甸 为什么 最主要 它很难发现里面是单一药物 我们发现出来里面琳琅满目 它有可能是什么 安非他命摻摇头丸 也可能是BKMDMA的药物摻PCA 也可能是消甲吸盘摻BKMDMA 摻KMDMA摻三种到四种 反正就是手边有什么东西 就是乱混 了解了吗 所以它也可能混在咖啡包里面 变成什么 毒咖啡 也可以混在奶茶包里面变成什么 毒奶茶 也可以做成毒果冻 也可以做成毒巧克力 就开始千变万化了 毒保矿力水德都有 你看黑白人烂就把它弄进去 这样就卖给你一包五百块 那这危险度在哪里 拉个K再加这个东西 来算一下 最少几种毒品了 可以它们一种嘛 神仙水现在里面是负数 对不对 最少几种以上 两种以上 所以最少是三种毒品起跳 它的危险程度在哪里 连医师都没把握 只要碰了毒品 很有可能都会从需求者变成供应者 一般来讲 只要成瘾 几乎很难自行戒除 都必须要靠医疗帮助 当然身体会不好 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吸食 毒品吸食到皮肤病的情形 还有你看 这个整个膀胱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萎缩了 你看都变成这样子 像我们解采官常常解剖 像很多毒品一解剖开来 发现膀胱都出湿 都已经纤维化萎缩都不能用了 吸食毒品 那孤独死亡率就很高 而且被解剖率很高 吸食毒品 因为到底怎么死的 从表现看不出来 怀疑是毒品没有错 可是这种东西势必要解剖 才有办法 跟抽烟才有办法 那解剖就是从身体打开以后 看那部器官 那头也要打开啊 头就像画过来以后 把脸皮往后湿 然后这样打开这样看嘛 就看到整个脑 所以吸食毒品 第一个 会有法律责任 第二个 真的跟自己过不去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